那麼首先呢麻煩各位你就進到我們這個任務裡面的SYROM3D 這個這邊 那麼你進到這裡來之後呢 你往下走 你會看到我們這裡有一個 第二個有沒有SYROM3D基本操作講義 這邊 對了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你們如果還具有學生身份的話 現在我們那個AutoDesk 包括3D Max Maya AutoCAD 你都可以用學生的E-mail 就學校不是都有給各位 如果你是學生身份的話 你可以用學校的那個信箱直接註冊 就可以免費用三年 你還要破解不要太麻煩 就直接到這個網站去申請就好 這樣比較快 不要再用破解的 三年應該夠你用的 因為他一年出一個版本 你可以一直在上面下載新版本 但是當然各位 你也知道他的用心良苦 因為以後你就跑不掉了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是投資 以後就是回收 跟微軟的Office一樣 微軟的Office早期也是 我們大學的時候 他就是一出來就說我都免費 因為那時候不是他稱王 現在是要可以什麼都要錢 所以以後的他就是現在的這個AutoDesk 好那你進到這個打開之後呢 我們在OneNote會開另外一個視窗 好那麼這個看一分鐘不用理他 你按你了解的 在右手邊這裡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右手邊這邊其實你可以做筆記 也就是說這個翻轉學習平台 我們的筆記跟教材是在一起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任何的筆記 你就在這邊可以輸入 網路會很慢嗎 很慢跳 可能有人是不是在下載檔案 如果你有沒有誰是 你那個我們實用戰列這個軟體還沒有 還沒有下載 我這邊有 已經抓好了 已經抓好了 都抓好的沒有在下載的 版本沒有關係 版本沒有關係 只是比較新版本就是有多幾個功能 這樣子而已 你用多幾個版本 5.4也還好啦 還好 等一下他5.6之後有一個就是牆壁可以自動接合 我是覺得那個還不錯 如果你覺得可以我這邊可以借你一下 可以 就是如果你要做筆記的話 可以在右手邊 你可以打多個筆記 你打完之後你按確定 他就會幫你記錄在下面有沒有 記錄在下面 當然你可以繼續編輯也可以繼續新增新的筆記 好這樣的話呢 你再看我們這個教材 就筆記就同時看到 那如果你現在在看你覺得這樣比較小 你可以右上角這個地方 有沒有隱藏筆記 可以把它先收起來 這樣你就有比較大的空間 這樣OK嗎 好 那麼你往下走我們看一下 這個格式有一點點跑掉 好沒有關係 我們往下往下 你進到這邊來之後 如果你把我們的這個軟體 因為不管是安裝板或是免安裝板 你免安裝板解壓縮之後 然後在這個地方 哇這樣太小了 你會看到有一個86 一個是64 有沒有 就是你那個資料夾打開之後 假設你是免安裝板的 你可以選擇你是32位元 上面是32位元 下面是64位元 好都可以執行 如果你都不知道 你就用32的 反正都可以用 都可以用 那執行了之後呢 在它的介面在我們下面這裡 我把這個稍微放大一點 好 有沒有你的軟體都打開了 都打開了對不對 好 那我這邊 我會把它丟給各位看一下 正常版本你打開之後 是不是就像這樣 空空的 好空空的 那我們來這邊 先看一下 我有擺東西的 我有擺東西的 你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主要就四個區塊而已 有沒有 上面有那個 你們這個講義你可以同步打開 這樣你就不用 一直看我前面 因為有時候可能這樣比較小一點點 你看到的這個介面裡面 總共分四個區塊 好四個區塊 左手邊 左手邊這個區塊 就是你現在看到這個 左手邊這個區塊 其實就是我們 主要的什麼 我剛剛講的 使用3D你只要辦 加加9就好 因為這裡面就有很多模型 那我提供的 免安裝版本 跟官方 免安裝版或安裝版 最大不一樣 就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我幫你增加很多 其他的免費模型 進來 我不要 我沒有付費 付費自己上網找 但是免費的模型 我這邊多很多 所以呢 如果你打開我們這個 這個的話 你會發現說 欸 在這裡 你看在這邊 這個地方 除了官方的 就是原本的 01234到 好像到10 有沒有 這裡 但是我往下 原本要多很多其他的 那這些其實 並不是全部都是我做的 有很大一部分 就是來自我們那個 中文化作者 因為他本身是室內設計師 所以說他 其實我們要很感謝他是因為 他真的 因為就是他自己 工作上 像這樣需要 他就做了很多那些就是 我們台灣常見的這些 所謂的模型 還有那些那個材質進來 然後把它整理好 所以才有 對才那麼方便 如果你用的是安裝版 你會發現你沒有下面這些 這樣了解 第二個 如果你用的是安裝版 你的畫面 因為你也找不到這個 對齁 這樣有點我騙你的感覺 對不對 因為我覺得 預設的使用方法 它 圖字比較小 它是以文字為主 因為它要提高效能 可是我會改變一下 那這個怎麼改 如果你用安裝版 請你看一下這裡 你到編輯這個 檔案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參數設置 檔案 左上角的檔案參數設置 有找到了齁 好你按一下 按一下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在這裡 你看我對你們都不錯 我都有放大 這樣看有嗎 還是要再大一點 可以齁 你看第三個 你知道 安裝版 預設就是用樹狀列表 我就是改成搜索列表 因為這樣 模型圖示比較大 第二個我可以搜尋 你可以打關鍵自找 預設的樹狀就沒有 這樣清楚了齁 我都沒有騙你們齁 我只是 用這個地方齁 那 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再來看一下 剛剛的這個 回過頭來 所以 這樣 你知道 這個地方主要就模型了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真正在使用3D操作的 其實各位今天根本不需要學3D 你知道嗎 蛤 多的啊 因為真正我們在使用3D 主要有編輯功能的就是這個2D而已 你真正工作區域都在這裡 3D只是順便給你看一看而已 所以在3D那塊事實上 你沒有做任何改變 所以 各位知道 你今天只要會2D就贏了嘛 不用用到3D 那我們有 剛剛有跟各位稍微提一下 其實你如果做好這個 你可以直接把它匯出 匯出成向量板 SV区 那這樣子的話呢 你可以在以拿吹或摳之後 這樣的向量軟體就可以編輯 還就可以編輯 相對 你要想看看 如果你有 如果你有學過以拿吹或摳之後 你要畫這種圖 容不容易 不會說你畫不出來啦 但是總要一點時間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它的優點 剛剛同學好像有什麼問題 沒有嗎 好 再來我們往下走 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這個3D的部分了 3D 我剛剛有提過 你在看3D其實就是所謂的什麼 就是給你看的而已 給你從什麼 不同角度去看 這樣了解 好 那鏡頭拉進哪裡 就這樣 所以 除了 看以外 沒有什麼編輯功能 沒有什麼編輯功能 我們都在上面 都在上面 好 那這個區塊了解 我們再往左手邊 往左手邊 這裡 這一個面板 就是 你已經加入到哪裡 你的那個場景裡面的那些模型 因為有時候我們加的 你不覺得你們家也是 家財萬貫嗎 模型很多啊 家裡面東西很多 有時候會找不到對不對 你不要忘記了 放到裡面來 會不會也會找不到 有可能 因為比如說我這樣 這個距離 有些東西比較小是就看不到 所以你可以從左手邊這邊 直接去選 從這邊選 等同從上面去選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去做操作 這樣了解 就是說你有加入的這些模型 就可以像這樣去使用 所以基本的它的介面 我們大概透過這樣跟各位介紹 有沒有比較容易了解 好